高校学习 用神经心理生物学方法 上集 由16星教育中心提供 产出效应 产出效应是 认知心理学中的一种现象 如果信息是由我们自己的脑海中产生 就会比被动式阅读更加容易寄入脑 研究者认为 这个现象 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 涉及更加深层次的认知参与 所以学生阅读课文后 经过自己的思考研后 制作笔记 是会比指系阅读课文吸收得更加好 同样 学生在学习串英文字时 老师要他们填写串字工作纸 效果是会比指系派张山字表 叫他们寄熟好很多 人类的记忆如何运作 我们大家都可能试过 看完一个新电话号码后 在打电话的时候 就已经忘记了 这个情况是因为 除非我们刻意记住一些新讯息 否则新讯息很快就会由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根据心理学家研究 无论我们有多聪明都好 我们都会在24小时内忘记了大约70%的新讯息 所以如果我们想保留有用的新讯息 我们就要将新讯息由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 我们对一件事的记忆有多深刻 部分是取决于我们的感官对这件事发生时的感受有多清晰 所以 如果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大脑能够记录我们的体度 听到 常到 闻到 和感觉到的事物 我们就会有比较深刻的记忆 情绪也都影响我们的记忆 我们大脑的底部有一个圆形 大约碗豆大小的部分叫做杏仁核 它负责巩固我们的记忆 当我们情绪激动或者高涨时所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我们的记忆都会比较深刻 记忆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首先由编码开始 然后进行传处 最后检索 每个记忆在编码和传处的过程中 都是用电密充和一些化学物质进行的 例如我们听到有人讲话的时候 大脑的特定神经元 就会释放电密充 当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之后 大脑就能够处理传入的信息 将信息传处为记忆 而且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可以重召记忆 由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 短期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 短期记忆一次只能够容纳大约7个信息 少于20至30秒 另一方面 长期记忆的形成涉及大脑神经元 结构发生物理变化的过程 每当我们学习到一些新知识的时候 大脑就会创建 改变或者强化 我们的神经网络 透过神经元反复释放电密充的记忆覆述过程 可以促进神经密充在特定神经网络的传递 增加神经网络的交流 一旦记忆被重复使用至少4次 记忆就会由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系统 间隔效应和围望曲线 德国心理学家Herman Ebbinghaus 是最早对记忆进行科研的心理学家之一 他通过实验发现间隔效应和围望曲线 间隔效应 他的实验证明间隔重复 给大量重复能够显著地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意思即是说 如果学生每天记住一部分信息 会比在短时间内记住大量信息的学生 有更深刻的记忆 能够记住更多信息 例如 如果一个学生在考试前三日每日温集两小时 相比他在考试前一晚连续温集六小时 他会在考试中有较好的表现 围望曲线 围望曲线的实验证明 我们对新信息的记忆会在第一个小时内急剧下降 但是 记忆不会持续衰退到所有信息都消失 在大约一星期后 围望的数量会减少 而剩下的信息是会残留在记忆中 此外 幅述信息的频密次数 对这些记忆衰退的速度 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围望的主要理论 衰退 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势而逐渐消失 已经衰退的记忆就会变得较难检索 这种现象在短期记忆系统非常明显 如果我们不想忘记一些新信息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积极去复述这些信息 干扰 在记忆的编码过程中 记忆有时会同其他信息混淆或者结合 特别是如果信息相似 就会令到资料失真或者中断 例如听落、看落 或者意思相似的字 Principle Principle 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就是对比和识别 这两个信息之间的差异 容易遗忘的线索 检索线线包括我们存储新记忆时发生的情景 例如地点、气味和情感 以下是一些容易遗忘线索常见的例子 例如线索不足 或者信息组织混乱等等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 为避免出现这些情况 我们用更多的检索线索和联想 就可以令到记忆编码更加清晰 例如我们需要记忆三藩市这个城市 我们将它有层次按组织一下 就可以变成有效的检索线索 我们可以由地球开始 然后地球的北半球 之后北半球的美国 接着美国的西岸 最后西岸的三藩市 按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记住三藩市在哪里 此外 我们也可以用基模的方式帮助我们学习 我们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或者经历 例如去餐厅时 我们先找到座位 然后点菜 吃完之后去洗手间 跟着埋单 最后离开餐厅 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赞好 分享 记住按下钟仔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片啦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